阿森娜 2月6日也就是明天呢 将是慕尼黑空难60周年的纪念日 那这轮英超呢在曼联比赛之前 就特别举行了一个仪式 来纪念这段俱乐部历史上的黑暗时刻 很多的球迷也是在现场打出了纪念的标语 对于慕尼黑空难来说呢 可能很多年轻的球迷是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是对于他的背景 对于事情发生的过程呢 并不一定了解的非常的细致 那么慕尼黑空难呢 是发生在1958年的2月6号 在那次空难当中 有8名曼联的球员丧生 可以说一下毁掉了半支才华横溢的球队 不过在空难之后呢 曼联队并没有因此消失 而是顽强的在废墟中生存了下来 将红魔的火种继续的传播下去 因此呢也制造了 因此呢也打造了一支称霸一时的豪门球队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专题片 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段历史同时也了解一下 红魔艰辛重建的过程 曼联斯特 一座视足球为生命的城市 半个多世纪以来 这里的人们把一个伟大的名字奉若神明 巴特·巴斯比爵士 正是这位足球教父的到来 为曼联斯特的红色注入了灵魂 上世纪和助理教统教练 吉米莫菲一起 重新组建了当时濒临破产的曼联 并全力为球队的未来制定清训计划 五十年代初 从1956年起 巴斯比男孩们开始了征服英格兰的脚步 他们连续两年勇夺联赛冠军 甚至领先排名第二的布莱克普队 达十一分之多 这些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不仅成了曼联历史上的第一批偶像派 更被视为英格兰足球的未来之星 不过巴斯比的梦想远不止如此 他希望曼联不仅是全英格兰最好的 更是全世界最好的 于是在第一届欧洲冠军杯成功举办后 巴斯比毅然决定带着他的孩子们 到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拳脚 当我们迷得尼军军部在 1956 我说了他们在帮助档部 我是有时候 我请别人去参加了 的养印度 他们认为绝对 他们非常嬉害 我说 我说 我们先生接下来 我们为了 当时 在那段时间 之后 会有时候 我曾经很深思认 在这段时间 我说 这是不是这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避命 到了 我们点 继续 我们这段时间 虽然英祖总以国内赛程紧张为由 百般阻挠 但是在1956到57赛季 巴斯比的坚持 还是让曼联获得了第二届欧洲冠军杯的参赛机会 在那个年代 坐飞机去国外踢球 算是一种创新之举 而这样的旅程 对年轻的巴斯比男孩们来说 更是充满了期待和新鲜感 因为他们正需要去更大的舞台上证明自己 很快 这只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红魔战绩标饼 最终只是在半决赛中 输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皇家马德里 第一次我们在美国盎世纪 在主场赛季的赛季 我们赢了10-0 而中央的连续军 他在美国的赛季 他说 我没有理解 第一次小事牛刀就打进了半决赛 巴斯比男孩们不仅证明了自己 更坚定了巴斯比把曼联推向世界的决心 于是 在1958年 他们再次奔赴欧战赛场 1958年2月3日 除了助理教练莫菲和几名替补球员之外 曼联全队登上了飞往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飞机 他们要去参加1957到58赛季 欧洲冠军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 对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比赛 而英组总拒绝把当轮曼联与狼队的联赛比赛日期推迟 这使得曼联不得不敢在2月7号之前回国 因为日程紧张 他们甚至没有订到合适的航班 巴斯比只能在去城时租了一架私人飞机 登机前 曼联全队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没想到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到达贝尔格莱德之后的第三天 巴斯比的孩子们走进了红星球场 这竟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段影像 第一回合 曼联队2比1取胜已经占得先机 所以本场比赛 他们只要打平就能够晋级四强 专专业联 上半场 曼联势如破竹 连进三球 下半场 红星队虽然将比分扳平 但曼联最终以5比4的总比分胜出 连续第二年晋级欧冠四强 曼联获胜的消息一夜之间抢了头条 巴斯比的孩子们卷土重来 成了欧洲冠军杯的夺冠大热门 当天晚上 曼联全队参加了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庆功宴 但美酒随好 却不能贪杯 因为第二天他们就要赶回曼联斯特备战联赛 这架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609次班机名叫波利勋爵号 除了曼联俱乐部的人之外 还有随行的11名体育记者 6名乘务员等总共44人登上了这架飞机 由于燃料不足 飞机中途在慕尼黑机场降落 补充燃料 此时慕尼黑已是漫天飞雪 当飞机加油时 人们并没有担心 在机场的休息室里 球员们打牌 聊天 一片轻松祥和的氛围 大约45分钟后 旅客们得到了起飞的通知返回飞机 不过这一次起飞并不成功 飞机在加速的过程中 因为引擎过载 没有达到起飞速度 被迫终止 在跑道上来了一个急转弯后停了下来 随后的第二次起飞 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中断 乘客们不得不再次回到休息室 等待消息 此时 雪越下越大 人们开始对能否顺利起飞产生怀疑 邓克·爱德华兹还在这时 发了份电报给他在曼彻斯特的房东太太 告诉他 自己可能明天才能够到家 就在人们都认为飞机会放弃起飞时 一个半小时后 机长通知登机的声音再次响起 当时机长泰恩认为引擎过载的现象很常见 跑道上的积雪和机身上的动兵 才是阻碍飞机加速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进行了简单的除兵后 泰恩决定做第三次起飞尝试 后来 泰恩虽然在空难中幸存 却为自己当时的这个错误判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再也没有操控飞机的机会 但是历史却无法改写 此时再次登机的乘客开始感到担心 一些人因为担心把自己的座位换到了飞机尾部 他们认为那里是最安全的位置 然而不幸的是 飞机尾部正是灾难发生时受损最严重的部位 第三次起飞前 机舱内死一般的沉寂 虽然所有人都忐忑不安 但直到飞机加速前的最后一刻 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建议取消起飞 逆势而为的结果就是迎接此人 飞机在达到升空速度后 引擎却再次出现故障 导致速度骤降 此时仍然在高速前冲的飞机已经失控 冲出跑道 撞上了一栋民宅 机身又闲撞翻了一辆满载燃油的卡车 随即发生爆炸 一瞬间 二十一个鲜活的生命魂飞天国 其中包括七个巴斯比的孩子 here is the news so far we know there are 23 survivors after Manchester United's air crash at Munich this afternoon of the crew of six and 38 passengers on board including a baby Duncan Edwards injured Bill Fuchs injured Mark Jones killed Ray Wood injured Eddie Coleman killed David Pegg killed Dennis Violet injured Tommy Taylor killed Roger Byrne killed Bill Whelan killed John Barry injured These are the people so far known to have survived Matt Busby manager and the following players Greg Wood Fuchs Jay Blanchflower Morgan 在获救的23人当中 4人伤势严重 其中包括主教练巴斯比 和球员邓肯·爱德华兹 对于这次惨剧 巴斯比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他认为 如果自己不那么固执地 要去参加欧洲冠军杯 他的球队就不会遭此劫难 抢救期间 巴斯比两度被下了死亡通知书 在生命垂危之际 他坚持把妻子叫到床前 一个个念着球员的名字 妻子用点头或摇头 告诉他每个人的生死 我记得 我的第一回应是 我从未有关系 对内头号球星 邓肯·爱德华兹 肾脏严重受损 弥留之际 他还惦记着 原定周六的联赛 在与死神抗争了15天之后 爱德华兹 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16岁入选曼联一线队 17岁就代表英格兰队出场 爱德华兹年少成名 天赋异禀 被誉为英格兰足坛 未来的领军人物 没想到 他耀眼的足球生涯 竟转瞬即逝 离难时 爱德华兹年纪21岁 直到今天 他仍然被认为是英格兰足球史上 最具才华的球员之一 他只是确实力量 强烈力量 强烈力量 至此,共有八名巴斯比的孩子离开了。 罗杰·拜恩,29岁,时任曼联队长英格兰国脚。 空难后八个月,他的儿子出生。 杰夫·本特,26岁,作为拜恩的替补,临时被安排随队出征。 空难前不久,刚刚做了爸爸。 马克·琼斯,25岁,主力中后卫,是一个两岁男孩的父亲。 埃迪·科尔曼,21岁,是遇难球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淘汰红星的比赛中,他没开耳朵,没想到竟成为绝唱。 利亚姆·惠兰,23岁,爱尔兰人,曾创下连续八场进球的记录。 大卫·佩格,22岁,是队内公认的开心国,速度快,技术出众,是曼联边路突破的核心。 汤米·泰勒,26岁,五年前,以创纪录的身价从巴恩斯利加盟曼联,是曼联历史上最高效的射手之一。 离开时,你惆怅满志,归来时,我们却阴阳两隔。 足球无法高于生死,但足球的精神却能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 在那段黑色的日子里,整个曼彻斯特,整个英格兰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被八名风华正茂的青年哭泣,被英格兰足球的未来叹息。 慕尼黑的风雪,几乎带走了曼联的整个主力阵容。 当教练吉米·莫菲,带着仅有的两个健康的球员回到曼彻斯特时, 人们都在猜测,曾经无往不摧的鸿魔,还有前进的力气吗? 灾后第十三天,曼联就迎来了第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事关球队的存活,因为如果他们无法证明有继续参赛的能力, 那么董事会很可能立刻将球队结散。 临时主教练莫菲,为了凑齐一套十一人的阵容, 不仅召回了部分已经离队的球员,甚至还选拔了一些业余球员。 很多人都是赛前四小时才和曼联匆匆签约的, 所以直到比赛开始前不久, 曼联的出场名单上还是一片空白。 比赛时代表连组的, 我们有加军组和球员, 比赛时代表连续, 번传组的位置我没有见过。 我们有光组的照片, 那么有光组。 这场比赛时代表连组比赛时代表连组。 昨天由一终之战比赛时代表连组比赛, 比赛时代表连组比赛时代表连组。 比赛时代表连组比赛时代表连续比赛时代表运。 这支临时拼凑的曼联竟然以3比0完胜 甚至在那个赛季打进了祖祖杯的决赛 赛后的更衣室里两名幸存的球员心绪难平 赛后首战的胜利为鸿魔后来的重建扫清了障碍 与此同时另一名幸存球员伯比查尔顿还沉浸在悲痛中一度远离足球 是莫菲的不断努力帮助查尔顿最终克服了心理障碍 他勇敢地走出家门重新走进了球场 不过对曼联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人还没回来 一度决心不再碰足球的巴斯比能走出悲剧的阴霾吗 空难后六个月巴斯比商誉出院 此时他想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老特拉夫德 巴斯比的回归让曼联重获新生 随着博比查尔顿的归队 巴斯比又先后引进了丹尼斯劳和乔治贝斯特 曼联三胜开启了鸿魔的复兴之路 1963年曼联在祖总杯决赛中击败莱斯特城夺冠 这是慕尼黑空难后他们获得的第一个锦标 随后的五年 曼联又两多联赛冠军 并且在1968年杀进欧洲冠军杯决赛 10年之前 巴斯比男孩们正是在欧冠的征程中梦断慕尼黑 10年之后 新一代巴斯比男孩终于完成了前人未了的心愿 给天堂的队友们送去了最好的外界 捧杯后 巴斯比和查尔顿挤出自己的八滴鲜血滴入奖杯 以此悼念离世的八位队友 巴斯比更是连续高举奖杯八次 每举一次就高喊着一位罹难者的名字 天堂里的那抹红色 你们终于了却心愿 再无牵挂 1999年 马连第二次登上欧冠之巅 这一天恰好是巴斯比爵士 90岁的名手 看台上的查尔顿爵士热泪盈眶 冥冥之中 原来巴斯比爵士从未离开 半个世纪前 他曾立下誓言 要把曼联打造成全世界最好的俱乐部 半个世纪后 这句豪言壮语 已变作现实 2008年2月6日 慕尼黑空难50周年纪念日 正值曼联与曼城的得比日 曼联全队穿上了复古球衣 球衣上没有任何广告 只有背后从1到11的号码 此时此刻 红蓝两色不再为敌 而是同样的祈祷和祝福 直到今天 人们还会问 如果没有慕尼黑空难 世界祖坛的格局是否会改变 也许英格兰捧起世界杯的年份 不是1966 而是1958 也许一代球王不是贝利 而是邓肯爱德华兹 也许黄马不会实现欧冠五连冠 因为巴斯比的孩子们同样出色 有多少个也许 就有多少种遗憾 六十载芳华散尽 散不尽的没有忠诚与热爱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